441集 张荣芳瞳孔微缩全力出手 一时间,两人在院子中闪现交手 之前完全被小范围腾挪压制的空下 这时居然完全跟上了张荣芳的速度 他完全不擅长这类小范围腾挪身法 但硬是依靠暴力扭转跟上了节奏 尽管这种暴力带来的 使他双脚不断地炸开血花 出现一次次的伤势 但高速的愈合能力让他毫不在意 此时周围的局域人已经基本停止了厮杀 而是纷纷列阵两边不敢靠近 院子面积就这么点大 而被两个近三米的怪物厮杀占据后 便已经显得狭小 稍不注意就可能被波及身死 沉重宛如爆炸的交手对撞声不断地炸开 张荣芳等人面色凝重地盯着战局 张真海在一旁紧张地额头冒汗 忍不住低声问 义父 公子现在 到底 此时 他已经几乎看不清招数了 那两人的身形一动还好 但出手招式宛如虚影 根本就看不清 他甚至都看不明白局势到底如何 张云起沉声说 现在是势军力敌 西宗悄悄放弃了这么一个高手在此 这个望书禅师空相 恐怕已经有了非拜神无者中宗师的实力 张真海面色一白 宗师 那公子岂不是 不只是他 周围逆教等人也是纷纷面色微变 宗师 这是一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名词称谓 何为宗师 圆满无破绽 战而不败 推陈出心 自成一派 这类人物一般出现 单挑便几乎不会失败 就算遭遇强敌 他们也有各式各样的招数 在失败之前规避远离 让自己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张云起沉声说 别急 实际上 宗师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强 他顿了顿 目光紧紧盯着场中交手 宗师更夺强在招数 境界 他们能敏锐地抓住敌人的任何破绽 将其扩大 击溃 击毙 而他们自身没有破绽 只能依靠大的绝对差距 才能击败他们 这个空巷顶多就是依靠绝学武功 才接近那个境界 他的身体素质已经超越了寻常宗师 但境界达不到 招数达不到 威力就不够 张云还急声问 所以公子还有机会 嗯 真佛寺的绝学 真行降魔功 我以前也曾听说过 这门武功刚猛霸道有余 但刚不持久 就算他是凌落 哼的一声 就在这时 场中战局再度出现变化 空巷明显已经开始气喘了 他浑身冒汗 肤色开始转为黑红 身上的银色线条 渐渐变得暗淡 显然 两重的极限态 在叠加破线剂连续使用 就算对他而言 也是相当大的负荷 而让他难以置信的是 对面的张荣芳 居然还是一如既往 毫无疲惫痕迹 怎么 怎么可能 空巷感觉不妙 他全力一掌 逼退张荣芳 喘了口粗气 你不是凡人 你是哪一派的凌弱 张荣芳一言不发 再度逼近 身形闪烁 苏步 住身 哼 他单手横劈 重重落在空巷格挡的小臂上 之前的势均力敌 此时终于再度有了转变 空巷气力微微一摔 身体居然没能维持平衡 亮呛了一下 就这一瞬间 张荣芳的双目瞳孔血光一闪 脚下缩步再线 出现在对方身后 极限太太阴阳共进 极限太太神意合一 破线剂阴细 破线剂 众善 一层层状态急速叠加 使得张荣芳的右手手刀急速膨胀 化为漆黑如金属般的质感 闪电往前一掌 空巷急速转身但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反手以肘步格挡 砰的一声 气旋炸开 白灰散去 两人僵持站定 空巷面色猙獰 你以为 重身三倍 张荣芳面色平静 手掌中积蓄的力量 此时才彻底以阴烯的方式爆发 巨大远超之前的力量轰然如瀑布 重重地压断空向的肘部 然后贯穿打在他背后的心脏处 咔咔一声 仿佛触电一般 空向感觉整个世界仿佛一下化为黑白色 他全身力气如抽星一般 急速卸去消散 他还有杀招没用 还有底牌没用 只是一个失误嗡的一声 空向身体被巨大力量重重地砸翻在地 震得碎石石板飞剑 然后迅速失去气息 张荣芳面色不变 目力凝视对方 然后拔出背后的丘灵刀 一道道空向体内的灵线 开始流动汇聚变化 那些轨迹汇聚的方向核心 刷 他陡然间手腕震动 刹那间挥出一刀 刀刃深深地刺入空向的体内 然后跟着其内部一点荧光迅速移动 连续数十刀后 一张猙獰人面浮现在空向的胸前 就在人面浮现的瞬间 其体内的荧光亮点 骤然停止高速移动 张荣芳抬手一划 结束了 一声清澈如水晶碎裂般的声响 空向整个人浑身颤抖 疯狂抽搐 他见状魁梧的身体开始急速地干瘪 大量黑灰从其皮肤渗出散落一地 不过数秒 他整个人便彻底只剩一张皮 无论你武功多强 生死绝杀中 只要数一次 便只应该有一个结局 张荣芳收回刀 插回刀鞘 转过身 他看向张云奇等人震撼的眼神 肃杀凌落之法 我找到了 第四百四十二集 张云奇愕然注视着张荣芳 居然 真的找到了 他的目光定定地看着地上死去的空向 如果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那么他肯定不会相信 但此时此刻 事实摆在眼前 空向这个真正的凌落真的死了 只是短短几分钟 并被公子彻底杀灭 其余人绝对无法理解这是个什么概念 就算是望海寺的武僧也不清楚 要做到这一步 要面对什么难度 他们或许连凌落是什么都不清楚 只有真正参与过围杀的逆教之人 才能体会到 普通人要杀死一个灵魏凌落有多难 在反复确认空向真的死掉后 沉寂了一瞬 紧接着武僧们一片哗然 转身就逃 而逆教之人则高声欢呼起来 逆教中有人忍不住大声吼叫 热泪盈眶 有人浑身颤抖激动得无法言喻 还有人甚至连武器也握不住 紧紧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 比起一般人来说 他们一直围杀拜神舞者 其间稍稍有差池 便是同伴生死作为代价 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 要杀死一个拜神舞者需要多大的代价 所以此时看到被杀的空向 逆教之人一个个呼吸粗重 情绪沸腾 爆发出让常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动容 公子万岁 杀掉这些该死的怪物 杀光他们 杀 一群人一直以来都是用曾经的仇恨支持自身 尽管艰难 但他们更多是想着 就算只给灵廷拜神舞者造成一些麻烦也是好的 但现在 现在不同了 有了能迅速杀死拜神舞者的方法 那么他们未来 说不定能彻底灭掉这些怪物 张云起大声说 克制住所有人的情绪 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 整个望海寺全部清剿一遍 诸位 务必不要放过任何可疑之人 他迅速开始安抚逆教越发激动的众人 好不容易所有人情绪安定了一些 众人迅速分散 宛如打了鸡血一般 朝着逃离的武僧追去 逆教在破门而入之前 便已将整个望海寺周围包围了起来 在来这里之前 无论是张云起还是张荣芳 都做好了不准此地走漏一人的准备 逆教如今在张荣芳的支援下不断发展 规模越来越多 如今在次同 已经足足有了四五百人的规模 其中大部分是普通人 小部分是五人 入了品级的更是有百人以上 这等规模 比起两年前在张云起领导时 大了足足一倍 此时调动起来 整个望海寺早已被围的水泄不通 而更远处 在望海寺土地范围外 有着不少权力负责伪装 掩护的逆教中人 周围看似和平时相比 只是人群稍微密集一点而已 但实际上 里面夹杂了不少逆教之人 哼的一声 内院的一扇地教大门 被张荣芳一把推开 里面一股子浓得无法言喻的熏香迅速弥漫而出 熏香香到几乎呛人的地步 让人咳嗽 地窖内 密密麻麻足有上百人的漂亮外国女子 几乎一不蔽体地挤在其中 她们有的站着 有的坐在狭窄的单人床上 眼神麻木 肤色雪白 但那是不健康的白 显然是许久没有见过阳光 张荣芳眯了眯眼 看向一旁带路的有黑僧人 这人是望海寺内 专门给空巷跑腿办事的大管事 风能 风能闲着脸解释 大人 这里是专门给总寺 转送西洋美人的地方 所以每年都会有不少数量的美人 被送过来 因为才建成寺庙没多久 所以暂时调教还不成熟 配套的香尸还没到位 这里的气味 是为了让这些货物 从身体内外散发足够的香气 张荣芳扫视一眼地窖内 这些人送去总寺座身 让她心惊的是 这些人中 最小的看起来估计只有九到十岁 大一点的也不超过三十的样子 全是最年轻的一段 这西宗哪找来这么多士灵的女子 还是大多都算漂亮的 风能陪笑了一下 一边听着外面不时传进来的武松惨叫声 一边心惊胆战地盯着张荣芳的面具 试图揣摩其面色情绪 风能陪着笑 是为了十六天魔武 喜欢天魔武的灵人大贵族越来越多 我们供不应求 而天魔武又是出了名的损耗大 一般一名女子只能用一年左右 就会废掉 所以得不断筛选供应 您放心 这些女孩都听不懂大灵话 您可以随便对她们做任何事 不会有任何麻烦 在她看来 只要是男人 一旦面对这种不用负责的玩乐 都必定会忍不住稍稍放纵自我 真海 把人都带出去 安排一下 在外面找一个小岛暂时安置 有什么简单的手工活迹 让他们自力更生 顺带教导他们大灵话 张荣芳也是头疼 这群女孩不通言语 神清麻木 显然需要不少时间才能恢复 张真海在后面皱眉 公子 就算如此 这么多人 我们总不能一直养着吧 张荣芳沉声问 难不成全杀了 属下不是这个意思 张真海吓了一跳 赶紧低头 他们只是反败神武者 并非反人类 张荣芳吩咐 先安顿下来 放人是不可能放的 但让他们发挥些作用 做掉工作还是可以的 另外 教内不是还有不少兄弟 尚未婚配吗 接触一下 若能成 也算不错 望海寺除开空巷外 其余都只是土鸡娃狗 不堪一击 反倒是这群上百人的外国女孩 成了相当麻烦的棘手负担 若是挨个送他们回去 那成本就太高了 而且还可能泄露逆教的秘密 所以唯一的办法 就是软禁 张荣芳不由地又想起 在乌山府时 救下的那些漂亮女子 他们后来不少人 自愿进了月房工作 为组织赚钱 还有部分人加入了 青素麾下 成了新的金翅楼情报来源 如今 乌山金翅楼转头大倒角 上一次来信 青素和荡山虎丁渝他们 在乌山府已经稳定住局面 形成和以前类似的正向循环 自给自足 张珍海见张荣芳迟疑犹豫 不由地疑惑问道 公子 为何不从中选一些人服侍你 若能每日重新一到两个女子 说不定十几年后 我们逆窍 就能有足够人手发动起义 你这什么鬼想法 张荣芳顿势无言 看了一眼身侧 有些担忧的张珍海 只是这个世道 强者占据诸多异性资源 是公开的天经地义之事 张珍海虽然喜欢他 但依旧想要给他多找女子 多些子嗣 人种不就是有着 这方面的使命吗 这些人你看着安排 张荣芳懒言 转身离开地窖 享乐什么的 只会拖延他前进的脚步 比起单纯的肉体享乐 厮杀时碾压别人 胜利时击溃别人 探索时解开谜题等等等等 这些带来的成就感 要远远强烈得多 他吩咐着 望海寺虽然地处郊外 且周边土地都被恶僧占据清空 但难保不会有人去往官府举报 所以大家快些 搜刮后带人马上离开 张珍海肃然行礼 张荣芳走出地窖入口 便看到看守原家兄弟的张云起 正中眉不断对着两人比划 显然在看如何才能肃杀两个凌落 见张荣芳来了 张云起抬头朝他行了一礼 公子 您说的这个方法老夫无能为力 做不到 他尝试了很多次 但都没办法看清灵线的轨迹 判断灵和的大概位置 不能做到这一点 并没办法画出灵和行动的轨迹 也就没办法描出那神秘人面 这也代表着张荣芳的这个方法 其实只有他一个人能用 张荣芳沉声说 不急 动作快些 这里地势特殊 拖不了多久 他隐隐有种感觉 或者是推测 寂静的大宗师们 或许是有针对性的密传 因为他发现这些拜神教派 拜神无者体内的人面图案 极有可能是有迹可循的 好 张荣芳点头 他派人在另一处点燃房屋大火 引开了官府注意力 但现在这么长时间 也应该有人发觉 望海寺不对了 张荣芳递出一份信件 另外 公子 我们的人在这里拦截了一批 准备送往外面的书信 结果信 张荣芳翻看了一下 被带走的人呢 找到了吗 张云起叹息 找到了 受了重伤 没了一条腿 张荣芳平淡地说 人找到就好 书信其实无所谓 只要没人证物证 空口白话 谁会信这种事 也是 不多时 逆教等人收拾完毕 带上所有人祸 全部离开 整个望海寺化为一片死寂 再无人烟生息 一场原本差点引发巨大动乱的隐患 就此消融 而之后等西宗发掘 一来一回至少又是好几个月的事 对此 张荣芳早已有了安排准备 半个时辰后 望海寺周边一队队守教士兵迅速列队进入 分散四周 孙昭月身着淡红色紧身进庄和另一守教衙门的仲凯武将 两人一同带队将整个望海寺包围住 张荣芳和陈汉则身穿道袍乘坐马车 第二次到来 下了马车 张荣芳皱眉看着望海寺 他神色凝重 肃然说 速速入室 看还有没有贼人 竟敢在我这下突袭望海寺 若是诸位大师们有什么闪失 这让我如何向西宗的臣师们交代 上官连月从后方带人跟上来 守教大人 这整个次童的所有宗教事务 可都是归属宁馆 是您的职责和下官无关 下官之前只是来解陈湘公之位 如今事物已解决 下官也该返回雪红阁了 张荣芳一惊 上官大人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何不多留一段时日 让本官也好进一进地主之意 多谢大人好意 只是连月习惯了苦修生活 在这地方时间长了 怕是回去会影响心境 俗话说得好 温柔享受 乃是世骨毒药 上官连月黑黑笑了两声 话没说完 哭得 望海寺内便传出一声尖锐警报烟花声 红色烟花窦然炸开 树道人影迅速冲出 单膝跪在张荣芳的面前 守教大人 大事不好 望海寺内全是打斗痕迹 尸肯满地 注射空向禅师不见踪影 疑似失踪了 张荣芳大惊失色 什么 快带我去看看 一旁的上官连月也面上笑容一致 望海寺的空向他也听说过 虽然不认识此人 但在真佛寺中 凡是空自辈的僧人 就没有一个弱的 至少也是超频内法凌落 而空向能坐镇一地 恐怕是三空凌落得多 这样的高手 和他一个层次 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 上官连月的心头越想越是发慌 感觉这刺同港内的水之深 简直无法想象啊 上次围剿密教之事 就感觉有些不对了 这一次 堂堂望海寺这么多僧人 还有空自辈高僧带头 居然 他迅速跟上张荣芳 连同孙昭月 陈汉等人一起进入寺内 果然 一进寺门 里面围墙断裂 防柱折断 地面全是彩裂的石板 和深深的脚印 一句句僧人尸体 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 早已没了气息 奇怪的是 寺庙内武力最强的住持空向 却不见踪影 看到一片狼藉的凶案现场 上官连跃只感觉 心底一股凉气涌上脑后 再看看一旁 神色大惊的张颖道子 对方那震惊的表情很真实 但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 张荣芳面色难看 身体颤抖 仿佛是在恐惧般大声呵斥着 这 这是何等凶徒 居然胆敢对西宗大师们下此毒手 简直 简直 他大声哀叹 面色痛心 我张某人身为守教 如今遭遇此大案 使我管输不利呀 立上 身后守教衙们的一名强壮道人 上前跪地 在 张荣芳立声说 今日起 命你全权调动 守教衙门内的一切力量 务必要将 旺海寺背后的凶手 调查清楚 找出蛛丝马迹 还我刺铜港 一个朗朗乾坤 下官遵命 那叫礼尚的道人大声回应 感觉自己受到了重用 一时间情绪激动起来 张荣芳看着满地血腥 叹息说 礼尚 我知道你速来见为之主 追查能力极强 这一次 或许诸位大师们的案子 就要拜托在你身上了 尚 定不负大人所托 礼尚被最上级上次鼓励 顿使竹铜打了鸡血 面色泛红 目光坚定 此时府衙 府都的官兵才姗姗来迟 一队队人马将旺海寺 再度包围起来 府都赵燕廷 抚引尼洛夫 同时带着轻微高手 匆匆赶来 在看到旺海寺内 一片血肉模糊后 两人都是面色泛白 看向张荣芳 赵燕廷有点慌了 张守教 这 您看这事如何是好啊 旺海寺可是西宗高僧亲至 建立的全新寺庙 如今才建好一两年 就出了这等大事 一旦查证起来 连带责任下 他这个负责地方治安管理的府都 也难辞其咎 张荣芳叹了口气 赵大人 尼洛夫大人 本官已经令人着手严加调查 调动一切力量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将凶手捉拿归案 以为诸多旺海寺大师们的在天之灵 唉 此案 若有用得上之处 张守教 尼洛夫和空相见过面 知道对方实力恐怖 此时 连那空相都神秘失踪 整个望海寺一片狼藉 他哪里还敢进来汤浑水呀 在座之人中 也就张颖张守教 身为大道教道子 有这个底蕴 扛住这一波的问责 张荣芳感谢地朝尼洛夫报权 多谢福尹大人 赵燕廷提醒 不管如何 守教大人还请尽快给出结果 此事事关重大 血红阁和真佛寺 都有可能会派人前来排查 张荣芳郑重点头 我明白 转眼 又是一个月过去 望海寺的案子很快便结了案 整个望海寺 是被来自密教千教盟的高手 突袭灭门 守教衙们在望海寺内 还发现了属于千教盟高手的尸体残骸 还有剧烈打斗的痕迹 而空向的尸体 也在距离望海寺树里外的一处海滩上被发现 尸体只剩下一张外皮 内里空空如也 至于千教盟为何要突袭西宗 这就不知道了 这些密教高手到底会做什么事 无人能得知 反正只要和灵婷作对之事 他们都干 遇到问题就往他们的头上堆就是了 张荣芳在上报案情后 真佛寺那边暂时没有回应 这件惊天大案 也算就此了结 七月中旬 大陵内乱渐渐平复 而远征军海外登陆后 连客十多个小国 按照规则 男子高过车轮者全杀 之后截略大量女子孩童财物 通过后勤船队运送回大陵各个港口 其中 赐铜港接收最多 七月下旬 运输奴隶的船只再度抵达赐铜港 码头上海风呼啸 气温渐渐开始凉爽 一对对身着灰袍的妇孺 面色凄苦地整齐走下船边的闲踢 这些人除该孩童外全是女性 且肤色明显和大部分的大陵人有所区别 更多是类似胡锡人的特征 他们不时抬起的眼睛里 流露出的是麻木 绝望 忐忑 还有恐惧 其中一些女子甚至肚子微微隆起 身上满是瘀青 或许在半路船上便受了侵犯 怀上了士兵的血肉 码头就近的一处私宅楼阁上 司同服以尼洛夫 正在自己的私宅里举办一场宴会 以迎接回归船队的主将 薛成斯 司同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 都参与了这次宴会 淡青色的倾斜屋顶上 下午时分 并由明黄灯光投射而出 照耀在清黑油亮的瓦片上 阵阵乐声 笑声 谈论声 从楼阁高层窗口飘出 却称此年过五十 身为灵人大贵族出身 他一身超频武力 以达内法 是少有的灵人中实力派 但就算身为超频 他如今这个年岁 也已开始下滑 因为气血衰竭 加上没有文工养生 导致他实际武功 顶多只剩下外药层次 此时楼阁宴会厅中 他一身担子长袍 膝脚腰带 头戴红底黑边宽颜帽 帽子顶端 还镶嵌了一颗指甲盖大小的大红珊瑚珠 特别引人注目的 是他宛如怀孕的大肚子 走起路来一摇一晃 颇有一些憨厚实诚的气质 福尹尼洛夫端起葡道酒 抿了一口 这当金天下 原本以为再无能和我大灵相提并论之地 哪曾想到这次外出倒是见识了不少啊 薛大人可是心有所获 见识到了更强势力 薛成寺赞叹 嗯 西域那边有不少小国 虽地寡明西 但勇气可嘉 这次我等在灭掉第十二个国家时 遇到一群顽强抵抗土著 我军围困他们三月有余 最终抵抗之城内最后一人死完 都无人投降 若我大灵也能有如此应用军队 必能大大减少出军伤亡 一旁的张荣芳一身紧袍 面带微笑 或许那是因为 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信仰 而非我等教派太多 作为刺同港三大最上级长官之一 他自然也要来参加宴会 薛成兹点头赞同这个说法 说的也是 我大灵就是诸多教派太多太杂 信仰无法统一 各自为战 他看向张荣芳 对这个大道教当代道子也是有过耳闻 毕竟自从这位到刺同后 弄出的动静也都不小 虽然每一次他都似乎是被动的 但最后的最终获利者 都是他 没人是傻子 都看出来其中的含义 在刺同 如今六成左右的商队船队 都得分出一成的利润 交给守教衙门 以作传教费 而守教衙门则利用 大灵宗教方面的政策 合理为这些船队规避部分税收 这在大灵是合法的 官吏僧道 依工匠 昌如盖 这并非是随便划分的 僧道是当真有着各种税制减免的优惠 只要挂靠部分船只货物过去 从张荣芳的守教衙门这边 找点名头过一道手 就能额外多得起码两成的利润 这样分一成给张守教 一样也有大量的转头 之前望海思也想过收这条路子 但还没来得及插手 便没了 如今 整个次同 无人再能和守教衙门在这方面抗衡 张荣芳也将获得的大量利润资源 分散流入逆教和牵食门 这世道 但凡习武 需要消耗的财富都不在少数 有钱才有利 这在大陵不是一句空话 在得到张荣芳的大量财力支持后 逆教对他的支持再度拔高 再加上上一次的出手击杀空相 让其声望一时间已经到了顶峰 如今 张荣芳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逆教第一 百四十五级 对于张荣芳的布局 牵食门之前还神神秘秘的有些矜持 之后被张荣芳请来几个前修的高手 名为坐镇帮忙 实为大量资源供给享受 顿时这些牵食门的高手 嘴上一个个勉为其难 实际上出来的越来越多 渐渐的 其中过半高手都被绑上了 陈湘公这艘大船 再难下来 逆教 牵食门 陈湘公 三处势力的结合 如今已经成了张荣芳在刺童的底盘 陈湘公代表守教 大肆从府都那边拉拢守将 逆教和牵食门则分别负责处理一些 敢冒头对抗的刺头 这样一鸣一案之下 整个刺童再无人能压制张荣芳 薛承思微笑着说 说起来 西宗那边真佛寺 似乎找到了关于东宗人种的线索 现在已经有两个人种 正在被通缉追杀 据说很快 就能有第三人种下落 之前我曾听闻 望海寺的空巷 似乎也有着前来刺童蹲守逆教 调查人种的任务 如今 没想到才来没多久 便丢了性命 当真是 他眼神深邃亦有所指 张荣芳惋惜地点头 空巷大师也是可惜了 大师太过自负 若是一来便提前与我联手 相互配合下 就算找不到人种 也不至于沦落到失踪的下场 薛承思笑着说 说到底 还是刺童太过危险了 之前郡主在此地丢了性命 现在连空巷大师也如此 此地 当真有些凶险啊 他看向张荣芳 倒是 大道教在此地 倒是稳扎稳打 发展不错 张荣芳眯起眼 原本只是来随便参加个会 没想到这薛承思似乎话里有话 薛大人有所不知 我大道教主秀文拱 很多道人都是若不禁风 稍不注意便会受凉风寒 所以宫内多擅长医道 在刺童也有医馆开张 或许这便是能在刺童 稳住的根本吧 薛承思笑了笑 没有马上说话 就在这时 阁楼下方顺着楼梯 大步上来几个年轻男女 这几人都是衣着滑贵 气势伶俐 显然都是习武之人 其中一个身材比例 相当完美的剑硕男子 走到薛承思身后站定 冷哼一声 爹 来这里之前 说的这刺童 好像龙潭虎穴一般 如今看来 也不过如此 我下去和朋友 找人切磋了下 这里的五人 大多都是土鸡瓦狗 不堪一击 太让人失望了 薛承思眉头一皱 侧头看向年轻人 胡闹 刺童乃大陵第一大岗 其中高手卧虎苍龙 其实你一个小辈 逛一圈就能摸清楚的 不管如何 永湘郡主是在这里失踪 我来此地 就是要找到郡主失踪的原因 年轻人面不改色 丝毫不在意父亲的训斥 他视线扫过 看向在场的府都府尹 以及张荣芳这个手叫 那年轻人面色冷然 叮嘱张荣芳 这位想必就是张颖张手叫了吧 听说郡主当初和你同行 之后才会失踪 不知张手叫能不能说说 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薛承思无奈 赶紧打圆场 这是犬子 薛吉 从小娇生惯养 有些不通礼数 还请几位见谅 张荣芳也不生气 只是温和地回答 无事 薛公子也是真性情 当初郡主之事 本官也是无奈 到了刺痛之后 郡主时常行踪成迷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清楚 薛吉呼的吏声盯着张荣芳 不清楚 我看你是再清楚不过 说不定 你就是害死郡主的凶手 薛承思提高声音 够了 薛吉大声喝斥 不够 我来之前听说过你 张颖张手叫 本来是金赤楼的狗腿子 然后改换门庭 跑到大道轿去 还莫名其妙 当了什么道子 你来之前自同没事 你一来 这地方一连串的麻烦大事 最后就你运气好 一人得力最多 你以为没人看得出来 薛承思面色冷下来 指着儿子大声说 下去 你给我下去 你管不了我 薛吉居然耿着脖子 和父亲对顶 他手指着张荣芳面色张狂 别以为没人治得了你 我告诉你 三天之内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否则 张荣芳没有动怒 只是依旧平和微笑 薛公子看来是喝醉了 再说胡话 辅度赵燕婷在一旁 打着哈哈圆场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薛公子刚刚去挑战武馆 可能是出手有些累了 哈哈哈哈 胡话 你最好给我记住了 三天 若三天没动静 等我亲自出去查 到时候 要是让我查出来和你有关 我他妈灭了你 薛吉气势嚣张 毫不掩饰自己的恶意 一旁的薛承思试图劝阻拦住他 但无济于事 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丢下这句话 薛吉转身便走 只留下在场神色各异的众人 辅度赵燕婷继续打圆场 但张荣芳却是心中一顿 该来的终于要来了 那薛吉表面是一副 永香郡主的舔狗追求者 如今永香没了 此人怕是一把前来试探他的刀 这刀背后不知道有多少人看着盯着 就等着他真正出手 好抓住痛脚 就在刚才 在薛吉对着他一顿威胁时 他便隐隐感觉到 整个宴会厅内 有着起码三到十字般的强悍目光 从人群里隐蔽射出 那是随薛家返回的军中武将高手 这群杀人如麻之人 个个都至少是高品高手 清卫也都精善为杀之处 远非江湖武林中所谓的好手能比 再加上 薛家的血红阁保护凌落 只要薛成斯一声令下 城外驻扎的大军中 便能至少调动数十名高品以上的高手 战争配合下 就算宗师在空处 也可能被活活磨死 这样的局势 薛吉张狂的挑衅 显然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很快 宴会在薛成斯不断的道歉中 落下帷幕 各人各自乘上返回的马车 张荣芳也坐进陈湘公的 第四百四十六级 车下内 陈汉微微皱眉 跪坐在一侧 道子 今日那薛成斯之子薛吉 恐怕只是一把用来试探的刀 您务必万分小心 张荣芳反问 一个区区顽固子弟 还能要我小心 他倒是想看看陈汉知道些什么 陈汉摇头 这薛吉可不只是顽固子弟 此人从小便是习武天才 不然怎么会有资格 想要去追求当初的永湘郡主 要知道 永湘郡主那可是三空高手 张荣芳点头说 其实此事表面看上去是薛吉之事 实则没有那薛成斯的受益 是不会发生的 那薛成斯假惺惺劝几声 便放任儿子对我辱骂 这其中若说没问题 谁会信 陈汉认真的提醒 所以盗子千万小心 那薛成斯自己不算什么 但琪琪也就是薛吉之母 乃是真正的皇族公主 所以此人极有可能是 专门用来逼您出手 试探深浅的 公主吗 张荣芳闭目 他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到来 在他接连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后 必然会有势力前来试探他的底细 却没想到会是用这种方式 让一个性格暴躁的顽固子弟当面指着鼻子骂 一般人还真按不下心来 张荣芳忽然问 那薛成斯父子要在这里待多久 陈汉回答 大约十天 十天后 他们就得押送资源和奴隶 前往其余各地 张荣芳平静地说 那就不用理会 十天后他们自然就走了 陈汉回道 明白了 张荣芳当即不再出生 只是眨了一下眼睛 顿时 关于他的属性栏一下再度浮现 张荣芳 生命 186到186 此时他的生命值已经到了180多 还剩14点就能踏入200点 按照他的推测 前置天赋 很可能是100点开启一项 对于现在一切已经到了极限的他来说 再想发展的唯一办法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自身的属性点生命值使了尽的家 以求达到生命进化的程度 另一个 则是沿着宗师们的道路 走硬弓路线一路向前 甚至接触寂静 张荣芳忽然问 陈汉 你见过真正的宗师和启静吗 宗师见过 大到较内就有 只是数量很少 毕竟我们是以和为归 主修文工的道门 张荣芳微微皱眉 那到底宗师有多强 你可知道 宗师更多是一种毫无短板的圆满状态 属下见识过宗师交手 便是如此 两人你来我往 打了许久都不见分出胜负 最后只能相约明天再战 他顿了顿 反正那似乎是一种感悟境界 理解境界 是身体开放到极限后 能应付任何情况的强悍状态 张荣芳似乎明白了 微微点头 感悟境界 他想着 是不是该回头请牵食门主和自己当面切磋一耳 只是那位门主很是傲娇 神出鬼没 不是必要时刻压根就不会出现 他转移话题 开始询问起其他的事来 不说这个了 天宝宫那边最近情况如何 陈汉一一解答 马车也随着细碎的马蹄声 不快不慢地在卫队的护送下 前往陈湘宫返回 张荣芳的心中同时也在思索 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补道方面 硬弓如今只剩下最顶尖的层次 能对他这具身体产生效果 而这最顶尖的硬弓 基本就是那些大势力所持有了 没有人手把手的教导 基本不可能习得 只能暂时搁浅 强悍硬弓 是他能肆无忌惮使用极限态 和破线剂叠加的根本 否则他根本没有办法 同时使用数种极限态 一次用一种就已经到极限了 就如其余的普通超品武者一样 像空巷那种 能同时用两种极限态 还能再使用破线剂的 那是依靠灵弱的强悍身躯才能做到 就这样他都没能支持多久 便历劫出现破绽 一般的武人 就算会多种极限态同时使用 怕是人没被打死 自己就先没了 回过山来 张荣芳的心思又落在那薛家父子身上 这两人在明知刺同之前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后 还敢如此嚣张挑衅 其背后恐怕不是一般势力 不管如何 这段时间就先稍微忍耐一下 护送资源和奴隶的邻军高手众多 不能贸然出手 张荣芳定下安排 寂静荒芜的望海寺内 一道宛如铁塔般的魁梧人形 正安静地站在之前空向被打死的最后位置边 他似乎在观察 又似乎在思索 怎么样 看出什么了吗 空定 随着声音传来 寺庙内院深处 再度无声无息闪现一道人影 那人身材消瘦 却披着宽大袈裟 黑暗中看不清面容 但一双反射月光的清澈眼眸 却仿佛两颗黑水晶一般 极其惹眼 铁塔人形空定回答 这种说法 有点像是寂静总是 萧瘦人影无奈地说 寂静总是啊 寂静这群家伙当真烦躁 到哪儿都有他们的痕迹 空定继续说 有些迟疑 不过 怎么 空定叹息 不过就算寂静总是 洞手也不至于这么精准 依次比明 若是精通各教派隐秘的 那几个大宗师就算了 但这里的痕迹 更像是两个教派的 凌落全力交手后 最后又用凡人的手段 杀掉空相 所以这很奇怪 萧瘦人影吩咐着 空定提醒 师尊 空无行动不变 而且有些太过惹眼了 那么 你留下来配合他好了 真一叫那边也来人了 还有赶夜门的那些老鼠 也有人在 如今 刺痛越发龙蛇混杂 这里需要足够的力量 才能坐正稳固 另外 你之前说 查到这里关押的货 是被运送出去海岛上了 空定回答 是的 谁送去的 送去的地点都还在查找 不过从这里的痕迹来看 不像是千教盟的武功痕迹 更像是东宗余孽 那些逆教之人所为 但逆教那点人手 不可能是空向他们的对手 所以 要么是他们背后另有高手 要么就是千教盟 固步一阵 你和空无处理吧 若有事 可让太清一脉的人配合 空定点头 明白了 销售人影淡淡地说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我最多只能在这里停留一周 西域那边的局面已经越发混乱 我必须尽快赶去 空定低头 沉声说 弟子明白 一周内 弟子和空无 将先剿灭此地逆教主要力量 查询线索 只是此地有太清子 左寒在 弟子担心 销售人影轻声说 不用担心 我在 他们自会于 四十七集 两日后 清晨 陈香宫内 吃过早餐后 张荣芳一边吃着橘子 一边眉头微醋地 看着手里的一封密信 信是千世门那边送来的 如今千世门在他麾下的高手也不少 所以左寒和他的联系也越发密切 模糊罗家 这是什么层次 他对于西宗并不了解 只知道 真佛寺是西宗最高武力机构 其中多案自备排列座位 而之前的空相 便是其中空自备一员 密信上是千世门主左寒亲笔 提到 因为西宗原自备宗师 暗中到来赐同 让他近些时日安分守己 万万不可有异动 否则后果难料 左寒在信中语气极其的郑重 并提到 因为这位模糊罗家脾气不好 不惜感应门之人 所以他们不得不暂闭一阵时日 之后才会回来 好大的排场 只是因为不喜 就要逼得别人主动退避远离 不允许待在一个城市 这等威势 让张荣芳不由自主地 想到了一个层面 大宗师 想来 能让宗师如此退避的 只有大宗师层次了 这种时候 这位模糊罗家 绝对不至于 因为一个空相的死 就亲自跑到这里来 应该是有什么 正式的任务前来这里 然后顺带看看 空相的案子才是 张荣芳摸了摸下巴 摸到一些新长出来的壶茶 我当时出手 穿戴着全身铠甲 里面还戴了人皮面具 应该不会有人认得出我 既然如此 就忍一段时间 等生命破200了 应该会有新的天赋出现 他心中期待 另外 金禅宫的主要 说是找到了线索 可这么久了 派出找药的高手 到现在还没回来 估计要么是没找到 要么又出事了 到了这个层次 金禅宫逐日阶段 主修的主要 每一样都是绝对的天才地宝 珍惜无比 出事也算正常 只是得后续再跟进查探一二了 正小心将密信点燃 烧毁 捏碎 忽然 院落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盗子 盗子 那薛吉薛公子又来了 陈乡宫内的老道 急急忙忙跑进院落 冲着张荣芳抱拳行礼公身 口中却是迅速禀报着 语气焦急 张荣芳面色平静 这次这位薛公子又干了什么 薛吉此人 仗着母亲乃是当朝十一公主 气焰嚣张 已经连续两天跑来陈乡宫找查了 他似乎认定了永乡郡主的死 和自己有关 一会儿不小心出手 砸了手窖旗下的总商号店面 一会儿无意中 和陈乡宫里购入的炼丹药材车箱撞 把义车的上好药材碾碎毁掉 昨日 还纵容护卫 将陈乡宫十多名迎客盗人打伤 说是这些盗人待他无礼 轻慢于他 今日 这家伙又不知道打算干出什么事来 张荣芳心中不动 之前他还打算 暗中教训一二这个薛吉 但既然西宗那边来了大人物 自然不可再轻取妄动 老道无奈急切地说 哎呀 盗子 你快去看看吧 那位薛公子现在硬说 孙昭月小姐弄坏了他的雄士 九转琉璃杯 要他赔偿五千两 走吧 去看看 张荣芳面色不动 站起身 拍了拍道跑 朝院门走去 虽然不宜大动干戈 但他好歹明面上还是超品外药高手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欺辱的 跟着老道引路 两人迅速穿过过道回廊 来到陈湘公一处神殿和迎客处之间的空地 果然 薛吉面色冷淡 带着一票的大陵士兵将这片空地团团围住 他身旁还站着一位强壮高大的女子 正双手抱胸 面无表情地盯着被围住的孙昭月 薛吉嗓音平稳 今天你打碎了这杯子 若是不赔 赔不起 也行 按照大陵律法 以人抵战 今后 你便是我的人 听说你是张颖心腹之人 就是不知道 没了你 他会是什么反应 薛公子 今日怎么有空来我宫里游玩呢 话音未落 张荣芳的声音便从神殿一侧过道传来 一群道士簇拥着他朝这边走来 只是道士人虽多 但比起薛吉身边带来的一个个铁甲精锐兵族 就完全不够看了 气势上弱了不止一筹 薛吉指了指地上一个破碎的普通酒杯 似笑非笑扭头看向张荣芳 你的人打碎了我的宝贝杯子 张颖道士 看着办吧 道士 我没有 我 孙昭月急忙想要分辨 但却见张荣芳举起手 示意他停下噤声 张荣芳看了一眼地上的杯子碎片 那是市面上不会超过一两的普通瓷杯 来人 取五千两银票来 既然打碎了薛公子的宝贝杯子 自当是赔礼道歉 周围道人们先是一愣 随即微微哗然起来 显然 市面上就没有什么杯子能值五千两 那可是五千两啊 在这一头耕地的牛 也才四五十两的时代 五千两 那是能买最好的耕牛上百头 张荣芳这话一出 顿时连薛吉也愣住了 他眉头紧锁盯着张荣芳 似乎想要看出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可张荣芳面色平和 带着微笑 完全没有任何怨气 眼里还带着真情实义的歉意 很快 有道人取来银票 整整五千两送到薛吉面前 张荣芳柔声说 薛公子可还满意 贫道管束不利 让公子受惊了 薛吉眯起眼 看了看眼前盘子里的银票 五千两 就算是对他来说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对方居然说给就给 他拿起银票仔细辨认 确实是大陵官行发行的大额银票 在大陵各个钱庄都能兑换 他比出三根手指 道子倒是好气量 不过本公子之前说过了 三天 今天正好是第三天 不知道道子有何交代于我 张荣芳叹息 露出无奈之色 薛公子何必如此 其实当初郡主失踪时 贫道也曾四处寻找过线索 可 薛吉冷声问 可什么 难不成 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张荣芳一副不敢多言的神色 贫道只是穷苦出身 比不得公子这般天生高贵 有些东西就算查到了 也不敢说 薛吉略微高抬下巴 神色冷傲 在我面前 你尽可以畅所欲言 你该知道 我母亲乃芸汐公主 你说出 我保你无事 张荣芳再度叹息一声 公子可否借一步说话 薛吉挑眉 有何不可 他来这里之前 便是有人告诉他这个张颖 不是个好人 在刺铜港 只手遮天 势力庞大 极有可能是导致 永乡郡主 失踪身允的凶手 只是如今 他亲自看来 似乎这个张颖 就是个脾气 很好的老好人呢 并不像那人 所说的那般霸道 他都这么欺压对方了 对方还是这么好脾气的 对待自己 这大道教的道子 氧气功夫 四百四十八级 两人一起撇开众人 来到一处挂着阴阳图白沙的凉亭中 坐定 薛吉冷声说 说吧 有什么不好说的 先说好 今日你若是说不出个什么 子丑阴谋 别怪本公子翻点 张荣芳左右看了看 压低声音说 薛公子可知 贫道仔细调查下来 当初永湘郡主的一众贴身侍卫中 有好几个人都是 都是密教之人 薛吉一正 密教 你当真 此事当真 张荣芳郑重地说 绝对属实 之后贫道借上官梁岳将军之力 剿灭密教一处传队时 看到一密教高手 竟然和当初郡主遇害前 身边服侍的一贴身侍女一模一样 他不自觉地握紧手掌 骨节发白低下头 才看到这一幕时 贫道已是难以置信 当时就想向上举报 可之后那侍女神秘失踪 便再也没见过踪影 在那之后 贫道便明白 这背后隐藏的水之身 绝不是我这个小小的外药钞品 能担得起的 薛吉文言 年轻的面上眉头紧皱 你此话当真 张荣芳诚恳地说 这等事 当时见过之人众多 公子只要仔细查询 便可得知 贫道就算想说假 也难比登天 薛吉声音再度冰冷下来 我会亲自去证实 你最好没骗我 否则 张荣芳欲言又止 薛公子 你还想说什么 薛吉皱眉 一个大男人 说话做事这么婆婆妈妈的 他现在越发感觉 张颖不可能是谋害郡主的凶手了 就他这点城府窝窝囊囊的 哪里有什么魄力 敢对郡主下手 郡主乃三空高手 真要动起手来 就眼前这普通外药 怕是连边都没碰到 就被顺杀了 张荣芳叹息一声 公子仔细想一想 贫道今年才三十几 就算天赋再强 又能强到哪里去呢 如今 我在这刺统也待了两年十日 此地水深临暗 难以形容 公子调查时 务必要以自身安全为首要啊 你是说 薛吉心中一礼 是啦 这小道士才三十几岁 据说已经是主修文公道圆英期了 此人就算再添财 从娘胎里开始修行 也不可能武艺有多强 所以 那人为什么说郡主之死 和大道教道子有关呢 这很有些像是 推人出来做挡箭牌 另外 那些人连郡主都敢下手 别说他了 若真是查到什么麻烦禁忌 他确实会很危险 张荣芳点头 正是 其实 如今永湘郡主已成叛逆 不允大肆追查 公子若是遇到实在无法应付之事 可悄悄遣人前来陈湘宫 拼道当尽力而为 薛吉面色沉明 仔细盯着张荣芳 我先去查证你所说的线索 若属实 本公子向你赔礼道歉 若有假 哼 别以为你是大道教道子 我就拿你没办法 张荣芳面色哀愁 没有反驳 反而掩路担忧 拼道所言 句句属实啊 不管如何 公子定要小心 这其中定然会有不少阻扰危险 他确实没说假话 永湘郡主确实不是他杀的 其身边侍女护卫 确实有密教的奸细 那个韩家 确实在上一次围剿中露过面 这一切都是真的 只要薛吉去查 总能查到 此时听完这些 薛吉面上再没有之前的张狂 那本就是他的伪装 这次前来 他本就是想着挑衅张颖 配合暗中的好友 探探此人底子 看看是否此人有杀害郡主的嫌疑 可没想到 连番挑衅之下 对方都还是没有还手 反而给出了重要线索 此时 薛吉心中隐隐有些感觉 自己是不是真的弄错嫌疑人了 区区一个张颖 怎么看也不可能能杀得了三空境界的郡主啊 此案背后 必定有更大的注谋 不管你所说是否属实 待我查证后 自当水落石出 当即 他冷哼一声站起身 快步离开 不多时 薛吉带来的诸多军中兵族 也纷纷跟随离开 陈相公再度恢复之前的安宁 张荣芳端坐在凉亭中 西宗宗师到来 薛家父子找事 这情况是越来越危险了 他端起桌上的麻奶酒 轻轻抿上一口 陷入沉思 在杀空巷时 他便预料到会有今日 若是其他事 他还能找师尊寻求帮助 但此事 他只能自己扛 薛家父子地位尊崇 身旁有雪红阁高手守护 随行的军中武将里 更是有不少的高手坐镇 看似厉害 但只是小吉 重点还是西宗那边 连宗师都来了 张荣芳正心中思索 西宗可能的行动轨迹时 护得梁亭一侧 有一窈窕身影悄然接近 道子 来人正是张真海 他如今在陈湘工 用另一个身份 担任了一个近视的职务 此时 他一身紧身黑色近装 高马尾 戴着黑面罩 大腿上绑着一排银亮飞刀 背后还背了一把修长担任刀 仅仅站在一旁 其凹凸有致的火辣身材 在紧身衣的凸显下 更是曲线毕露 但好在他外面 还披了一层深色披风 现在大军过境 西宗高手降临 我等务必要小心谨慎 不能有任何轻举妄动 张真海咬牙说 属下明白 只是看着那曲级如此嚣张 看着张荣芳被如此欺辱 他心中一直压着一团火 张荣芳面色平和 没关系 别担心 薛家父子只是小事 试探清楚其实力便能解决 麻烦的是西宗 不过 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待太久 张真海低头 张荣芳低下头 看着杯子里的酒水 四百四十九集 黄金山 两个逆轿之人打扮成药农 从山脚一步步地顺着山道往上 他们是逆轿安排在附近 专门巡查周边安全的身法好手 只是两人巡视中 压根就没注意到 远处有两道高大魁梧人影 正静静地眺望着他们 看着他们伪装成药农 朝山中走去 根据本地人的情报 这里时常能看到有习武之人来来去去 加上黄金山山体庞大深邃 如果逆轿要想隐藏此地 要么是藏进城内 要么就只有在这里附近 不然就是更远处 另一人沉声问 能更精准一点吗 黄金山山体庞大 若是要一点点去找 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呢 先前一人回答 还有一个办法 如果当初的永湘郡主 也证明是被逆轿所杀 那么他们之中的人 身上一定会有杀害 黄族血脉的紫色印记 另一人摇头 这个除非有血红阁的人来 或者黄族之人自己来 我们做不到 光线照耀落下 将此人面容轻轻照亮 此人赫然是一个 身披黑色红线袈裟的魁梧僧人 也是这次西宗派遣前来调查 空相之死的真佛寺高手 孔定 还有一个办法 空定看着对方 什么办法 找本地势力头目 应该能最快找到 逆轿所在方位 而刺瞳如今 消息灵通 适合我等拜访的人不多 空定缓缓点头 哦 这倒是个办法 他们初来此地 人生地不熟 自然要找熟悉这里的人 才方便行事 看着那两个药农 慢慢悠悠地进了山林深处 他转过身 大道教的张颖道子便是在此地 还担任守教一职 便直接去寻他吧 是 师叔 两人当即不在观望 转身朝着自同城的另一方向赶去 陈香公不在城内 而是在城郊 不多时 两人一前一后来到陈香山山脚 没有贸然登山 而是规规矩矩地 在山脚找了迎客道人 告知自身身份通报上去 很快 便有新的道人前来 引领两人上山 在陈香公山门处 空定远远便看到了一人 带着数名道人 早已在山门外等候 他细细打量那带头的一人 那人身高两米有余 黑发披肩 一身紫黑道袍 有着各种花束云纹 其头上带着情花白玉道观 看起来明明身材魁梧 却气质温和 远远间 空定和对方对视一眼 贫僧空定 前面可是天宝宫张颖张道子 空定脚下一点 身体骤然急速冲出 眨眼便到了张荣芳等人的身前 数十米距离一闪极致 那是一种和他魁梧铁塔般的身形 完全不符的轻盈急速 远处看去还好 近处见到 给人的感觉 仿佛一头刀尖上跳舞的犀牛 张荣芳心中凛然 但面上却是露出适当的惊叹之色 他上前一步做了个鸡手 原来是真佛似的空字辈大师 施敬 施敬 晚辈张颖 道号乾坤 见过大师 乾坤 空定一顿 两个略带黄褐色的眼睛 上上下下打亮了一下张荣芳 动作很快很隐蔽 他笑着说 这道号倒是厉害 张荣芳适时地露出无奈之色 或许当年师尊也是对晚辈寄予厚望 如今却是 他看向空定身后的那人 这位大师是 另一僧人踏前一步 臭了臭鼻子 行了个佛礼 贫僧会觉 见过张颖道子 这僧人面相平凡 皮肤有黑 颧骨微微凸起 气质 也就是随便一个寺庙里 都能抓出一大把的类型 但张荣芳见到此人的瞬间 心中莫名其妙地忽然一紧 如果说空定给他的感觉 是反差极大印象深刻 那么眼前这个会觉 便是给人一种随时随地 都在观察别人 窥视别人的不是 张荣芳面上带着笑 继续问 原来是会觉大师 不知两位大师远道而来 有何贵干 空定微笑回答 贫僧两人 是专为扑面逆叫而来 张荣芳面色不变 心中却是一沉 逆叫 空定回答道 不错 此事还请道子能多加协助配合 那逆叫乃是东宗余念 以前曾经常四处宣传大逆不到言语 如今正好借此时机将其彻底绞杀 张荣芳心中思续急转 原来如此 两位大师请进 我等进去详谈 空定点头 也好 一行人很快行到陈湘宫内部 在一处茶室内 张荣芳和陈翰 与空定汇爵两人相对而坐 空定直奔主题 贫僧不请自来 也就闲话少说了 我等怀疑望海四志案和当初东宗留下的逆叫有关 所以这次暂时没找到线索之下 决定先剿灭逆叫 或许能从中拿到一点痕迹 张荣芳皱眉 有什么能帮的 贫道一定出力 只是我大道教道人不善武学 恐怕是只能做些后方事务 空定微笑着说 没关系 只要你们能帮我找到逆叫之人就好 我等出来人生地不熟 想找也不知从何入手 张荣芳郑重地点头 如此 贫道定当尽力 两人在茶室内静坐交谈许久 足足一个时辰之后 空定两人才离开道宫 返回望海寺 等到两人离开不久 张荣芳迅速叫来张真海 手输一封信件 让其带给正在养伤的张云起 让他带着部分知道他身份的逆叫之人远离黄金山 暂停一切实验和其余活动 清除所有痕迹暂避风头 其余的恢复日常 暂时忘掉逆叫这边 张真海仔细收好信 提醒说 到此 那薛吉薛公子 如今已经去了附近驻兵军营 应该是在寻找当初围剿千教谋的那些炮兵和军中好手 让他去查 张荣芳的脑中不自觉地想起西宗的那人 他轻声说 该安排的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他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逆叫中 最不缺的便是不怕死之人 这群人很多都是家破人亡 只剩自己一个的孤者 只剩下对凌落拜神灵婷的仇恨支撑着自己 我明白 张真海点头 转身迅速离开 张荣芳独自站在原地 仔细梳理最近的诸多事物 张荣芳闭目回忆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这个薛吉 有些不对劲 此人心中城府不深 似乎不像是被人唆使前来寻我麻烦 更像是自己主动前来寻求真相 比起薛吉这种稚嫩手段 西宗那两人才是真正的麻烦 现在 只要逆叫不被抓到关键的部分叫中 他便大概率是安全的 但万一被抓到 他也要做好随时准备离开的安排 轻轻叹息一声 张荣芳抬头看向远处天际的梯云 实际上 他几乎都快适应如今的生活了 东宗人种这个身份干系重大 整个大陵的拜神舞者都不会放过他 因为这是绝整个拜神体系的根 所以他不认为大道教到时候能保住他 这得不偿失 轻轻叹息一声 张荣芳明白 当人种身份和杀死凌落之法彻底暴露时 就是他如今一切的安逸生活 彻底终结 数日后 薛承司带领大军离开刺统 押送货物和奴隶进入内陆 而他的儿子薛吉却没有跟随一起离开 反而是继续留在了这里 继续调查永湘郡主义案 这对父子的关系很奇怪 薛承司完全管不住儿子 而儿子薛吉则完全不在乎其父 再加上薛承司相貌和薛吉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这让周围人不由地回想起薛家的传言 传闻 芸汐公主当年是代孕成亲 驸马薛承司或许根本就不是薛吉的生父 沉香宫内 张荣芳轻轻将酒壶里的红葡萄酒倒出 纯白的慈悲和暗红纯净的酒水相互衬托 越发写的色泽清澈 逆教知道他身份的部分人已经全部送出海了 去了一座预先安排好的隐秘岛屿 如今的慈童 可以说到处都是逆教、大道教和千石门的眼线 望海寺内 西宗的僧人重新将地方打扫后暂住进去 然后便到处开始打听消息 但可惜 他们打听到的都是张荣芳想要他们知道的 表面上西宗的空定和汇爵并没有出格举动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但张荣芳的心中依旧有一丝不可捉摸的地方 那就是空定和汇爵两人的行踪 他的人没法跟上 这两人修为实力太强 一般人根本跟不上 所以他们到底查到了什么 没人知道 这几日 逆教损失了不少外围人员 这些不稳定的外围 知晓东西极少 全都是被放出去给对方吃的 真正的核心成员 早已成功隐藏和脱离刺瞳 整个刺瞳似乎一下子没了逆教身影 一切仿佛都安静下来 撇开这些事 张荣芳闭目 看了一眼自己如今的属性蓝 张荣芳 生命 188到189 这些时日的属性点 全部都加在了生命上 就等着达到200后产生新的质变 端起酒杯 他正要轻轻抿上一口 下着新炒的小菜用餐 哭的 一道人影急速地从房外冲到门前 朝他单膝跪地 刀子 出事了 来人是陈汉 他如今被安排了 负责整个陈香供的安全事务 张荣芳皱眉 放一下杯子 什么事 陈汉沉声说 薛起薛公子 昨晚在探查时 和一处隐藏的密教据点发生冲突 他随行的神秘高手被重创 他自己也被打伤昏迷 若非我们的人及时赶到 对方不愿意暴露 恐怕 张荣芳面色微动 知道对方什么身份吗 不知 不过对方使的 是密教中的武学之一 御灵工 听到御灵工 张荣芳眼神不动 这功法还是他审讯寒家时 结合收缴的密集 顺带逼出来的一点东西 他再熟悉不过了 薛吉人呢 张荣芳皱眉站起身 心中念头不断浮现 陈汉回答 已经送来了 张荣芳快步跟着一路出房间 穿过回廊 很快来到一处满是药味的干净病房 房间内 之前还相当嚣张的薛吉 正仰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嘴角鼻孔全都有血迹不断往外流 一旁的几名强壮护卫冲进过来 就要跪地相求 张道子 你一定要救救我家公子啊 如今整个刺筒 医术最高的医师 几乎都被笼络在了陈香宫 所以由不得他们恳求 张荣芳迅速上前 检查了薛吉的情况 顿时面露惊涩 伤势确实很重 内服有被拘力震伤 你们到底遇到了什么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等程度的震动伤势 他能判断出 这伤势没有留守 安排了这班高手突袭 才这点伤势 这薛吉倒有些狂妄的本钱 原本他安排的是 让千石门的高手伪装身法 重伤这家伙几次 就能将其逼走了失 没想到他还有点本事 出手之人 应该是密教的顶尖拜神高手 一旁床边 还站着一面色苍白的白发老者 老者一双眼睛不似常人 而是怪异的淡黄色 死人情绪低沉 目光不住地紧盯着床上的薛吉 张荣芳此时才猛然注意到 房间里居然还有一个人 他心中凛然下 朝对方打量过去 捞着身上密密麻麻的银线 宛如大江大河奔涌流淌 速度和流量都远远超越了 他之前见过的绝大多数人 也就是曾经被他打死的空相 能比老者稍微强一些 但空相那是三空拜神零落 眼前这老者 只是一个保护薛吉的护卫高手 两者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张荣芳似乎有些理解 为什么薛吉敢如此张狂嚣张了 他迅速给其服下了 纸内部出血的药物 然后截脉 强行停止血管出血 之后 便是等更有经验的医师 前来处理综合伤势 张荣芳叮嘱着 放心好了 只是内伤出血 休养一段时间便好 但是 要有些时日不能再动武了 这薛吉背后是皇族公主 直接杀了不是很好 但重伤他将其半废掉 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老者叹息一声抱拳 唉 老朽陈忠 多谢道子不计前嫌 仗义相救 就在这时 房间外 陈湘公一处围墙上方 无声无息地 骤然多出一道高大人影 人影一头黄发杂乱无章 面上戴着银白铁面具 只露出眼睛鼻口 一身肌肉线条呈现流线形 毫无臃肿之意 薛吉何在 你不是要让老夫知道 得罪你是什么后果吗 现在 我来了 铁面具声音如公鸭 尖声尖气 略带操 我来说